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夺得中美电影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肖春生要开始刷奖副本了。 肖战在中美电影节中获奖了一举夺得年度优秀青年演员称号。 其实梦中的那片海肖战真的演得非常好,前期的意气风发,到后期的遭逢苦难的颓丧,再到最后从头开始的魄力,肖战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演员演技都在线,作品也是台网口碑三报,十几轮上星电视台,观众们是真爱看这部剧呀。 在如今类于诸多所谓流量的作品《开播发生无广参与,灵广招生》的现象时,网友们就发现肖战的《梦中的那片海》是2023年全集有广的一部作品, 同时,这也是唯一一部开播满广全集有广的年代剧,是今年唯一一部央视发战报的作品,是在冷荡期市战率达到13%的作品,是一部重播了13轮的作品。 可以说是,是肖战拯救了杨小培和西西营业。 再一次说回这中美电视节,肖战在这个活动中拿奖是什么概念呢? 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美国制片人协会,美西编剧协会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支持, 推动中美影视交流,促进中美文化沟通和理解的中美影视年度盛会, 中美电视节的诞生,也标志着蓬勃的中国电视剧走出国门,走向好莱坞,走向世界。 肖战能够在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中拿到年度优秀青年演员的奖项, 靠的还是肖春生这个角色,不难看出梦中的那片海的优秀。 肖战获得了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项, 这个奖项是对他在演艺事业中的卓越表现和不懈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肖战自出道以来,一直以他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征服了众多观众。 他的表演风格多样,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驾驭。 在梦中的那片海中的优秀表现也是能够证明肖战的演技有多好, 而这次获得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项, 对肖战来说意义非凡。 这是对他个人演技和表演才华的高度认可, 也是对他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肯定。 同时,这个奖项也为他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动力和信心。 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这个奖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他们一直陪伴着肖战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如今看到他在事业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也感到无比骄傲和欣慰。 肖战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他在演艺事业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 不断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他拥有着出色的演技和表演天赋, 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希望肖战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和热情, 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同时也希望他的粉丝们能够一直支持他, 陪伴他走过未来的每一段路程。 我们期待肖战给予娱乐圈不断输出新的优秀的作品, 也期待肖战得到一个又一个奖项。 肖战Gucci新搭档重磅官宣 奥斯卡最佳男主,肖战不逊色。 近日,由国际知名高奢品牌Gucci牵头, 肖战崭新Gucci形象大片发布, 肖战的新搭档也随之重磅官宣, 是一位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的大咖, 这可真的是强强联合。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如此肖战的穿搭和气质也丝毫不逊色, 肖战展现出东方的俊美,气质独一档。 据悉,肖战Gucci新搭档重磅官宣, 这位合作搭档可以说是大有来头, 在世界范围内同样享誉盛名,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曾入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 实力和影响力不用多说了, 和肖战站在一起同样也是强强联合, 重磅合作。 看了看两个人的气质, 肖战丝毫不逊色, 就是两种非常明显的风格, 各自展现出东方和西方的美, 搭配上Gucci, 看起来非常有腔调。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纷纷为肖战点赞, 也在不断感谢品牌方, 说实话Gucci给足了肖战牌面, 总部直签肖战, 也为肖战更换了背景图, 要知道这可是第一次。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确实有这个实力和影响力, 出道至今这么多年, 肖战积累了非常多, 也收获颇丰,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合情合理。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大家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还是那句话,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肖战不会飘, 只会继续努力, 不断激励自己勇往直前。 肖战顺顺利利, 一切安好。 肖战闪亮灯骨池涂鸦墙, 品牌高调炙热且唯一的表白在创纪录。 肖战带我见世面, 真的是说了太多遍了。 内娱时尚界第一名必须是肖战。 米兰时装周肖战顶级巨星的待遇已经震撼整个时尚界了, 大家说品牌能给到的牌面已经顶级到不能再顶级了, 足够粉丝炫耀一辈子了。 结果是, 近期一次又一次被肖战的深情表白震撼了。 以为品牌给予的真正的全球全平台宣发牌面足够宠爱了, 以为超大的广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铺开足够高调了, 以为品牌各大官网打破惯例用肖战做板头足够体现巨星牌面了, 股池再次告诉你, 不够, 这还不够啊。 近日, 有网友发现, Gucci的全球5块涂鸦板之一的上海丰盛里的股池巨型涂鸦墙正在画肖战的画像, 你敢想不敢想。 Gucci的涂鸦墙全世界只有5块, 分别在纽约的Soho, 米兰的Largo Lafopette, 伦敦的专阶, 香港的蓝桂坊, 和上海的丰盛里。 上海这块涂鸦肖战之前, 是Gucci宣传全球环语典藏展内容用的, 当然了, 典藏展也是由肖战开启的呃。 值得一提的是, 这5块品牌的涂鸦墙之前从来没有涂鸦过明星或代言人, 只有宣传画或者模特, 肖战是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登上品牌涂鸦墙的艺人。 咱就说品牌是有多爱肖战啊? 开创先例打破规则, 独一无二这都是品牌, 以与肖战高调炙热的表白方式。 肖战作为品牌更换总监后, 出现在品牌全球宣发物料理唯一的亚洲面孔, 不仅仅体现了肖战个人的时尚表现力, 更体现了中国艺人在国际时尚界的影响力。 网友还发现, 在名古屋古池两层楼大屏上循环, 播放着肖战米兰秀场的视频。 咱就是说肖战这绝美张东方脸真的是走到了全世界。 正如网友总结的那样肖战并没有刻意走向世界, 但是,世界却敞开了怀抱向我们的这位东方巨星扑面而来。 上海的涂鸦墙已经完工了, 见到的朋友说非常震撼精美, 就像打印出来的一样。 估计这又是一个打卡胜地。 届时一定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我们坐等大家晒美照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